不是 職業訪台 Mine 而且他還講 我所有職業訪台 都有看 一點進去 Oh my God 你兩個 兩個都沒有 前一天晚上 然後已經有播了一集之後 我就覺得 好像效果還不錯 一個晚上就衝到9萬 好棒喔 還不錯 然後隔天早上我就去吃 就是巧克力貝果 好像有人一直在看我 然後我就心想說 天啊 是我 你現在看的影片 就是我本人賴天如沒錯 搭到我家電梯的時候 一進電梯下歪 我這邊一大塊就 你現在收看的是 關我的事 我是頻道主人關韶文 在影片開始前 請幫我檢查 是否已經按下了 右下方的紅色訂閱按鈕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片通知 還有不要忘了 追蹤關韶文的FB IG LINE還有各大平台喔 正片即將開始囉 準備好了嗎 3 2 1 哈囉大家好 我是關韶文 歡迎大家來了 我們一個一個開始好了 嗨 歡迎大家 嗨 大家好 歡迎Craig 耶 嗨 邱燕 嗨 我先不要多講吧 一插 哈哈哈哈 一插 嗨 大家我是一插 你是一插 我是一插 可以喔 怎麼了嗎 我想先搶個話 因為我怕等一下會被剪掉 哈哈哈哈哈哈 沒想到一插怎麼去啊 還有過年特別節目 真的耶 媽我明天要拍影片喔 他說拍什麼影片 說我們要拍關關的過年影片 然後他說 欸有過年影片 對我媽也這樣說 我媽也這樣說 我媽說 欸你們怎麼那麼厲害 還有過年特別節目 是不是跟那個紅白一樣 我說差不多 差不多 其實我覺得這一切算是蠻不可思議的 因為在頻道成立的初期 我大部分是一個人 然後就邀請不同的人來嘛對不對 對 然後最後有的沒 我每個人我就想說 欸這個好好笑 有沒有把它留下來 可是一直找不到我覺得 有趣可以聊的人 然後沒想到就開始 按照這個順序開始加入了 哪是 是按照 有忍耗一下 對 有迴轉一下 現在也開始在一起了 啊 學姐 我已經發現了 今天今天就是錄影這天 今天臉書這樣一跳出來 是我們認識十一年的 抱歉 抱歉 抱歉我們已經是十一年的好友 對我們是十一年的好友 十一年的臉書好友 好扯喔 結果後來現在我現在就介入了對不對 我印象很深刻 是因為賴佩如一開始是在後台 你知道因為我是那個聖靈之王 我不是有拍很多花絮嗎 整個第一季花絮拍完 我完全沒有拍到賴佩如任何次 啊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他就是特派記者 所以其實都會在旁邊這樣子 然後一直看著他 一直看著他 一直看著他 帶工作然後我是在比賽 所以就只能一直這樣看著他 想說 好想跟他說狗話但是不敢 直到已經到第二季後期 對 在某一個休息室 我聽到他在講話覺得這個名字 太好笑了 然後他一查發現 他是 因為那一天就是中秋節 然後整個還帶就是麻糬啊 什麼帶各種伴手臉 沒有想說這條狗嗎 哈哈哈哈 一起盯著過去 所以我印象會那麼差 就是他等於是我第一個 膽下來的 對 新成員的那種感覺 對 因為以前就很羨慕別的YouTube頻道 他們都會有一個小團體的感覺 對 但是好像是一起玩 對 沒想到今天我們居然做到了 對 真的 好感人喔 對 可是大家也不要太認真 因為這團員也是一個來來去的 誰 誰要誰去 不是因為有一些人就是 點閱的時候比較差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誤識的是新團員 欸誰啊誰啊這個 他是一個 欸欸欸 大家記得說什麼 欸 佩儒的 為什麼 你本人 欸欸 不得不說 因為益昌就是後半年 算是圖飛毛巾 真的 黑馬 黑馬是嗎 一個講完就不要看我 你講完就不要看我 對 秋葉在我新裝上有個新稱號 對 大家可以記住 他現在是我新裝的 拿破的 哈哈哈哈 因為他有時候一回歸 欸就花鐵爐啊 整個爐下去啊 尤其有兩集 我們這麼 欸心靈那兩集 欸對啊 30歲 欸那集其實他的反饋是很高的 很多都是我們看完之後啊 什麼對年紀 而且那集對20歲的人 30歲都各式都鬥起發 對 正面能量滿滿 什麼 那個時候就會覺得說 好緊張喔 因為其實真的開始會有一點點閱 就是點閱的壓力 對 然後我們就想說 好吧我看一下我的好了 好像還可以 但是好像也沒有很多 然後再點一下秋葉的 啊 那我就沒了 哈哈哈哈 放鬆喔 放鬆喔 以後我們點閱率不好 就去看看那兩集 對 心情會喜歡一點點 欸不好意思 最新一場有景一點多 哈哈哈哈 賴慧如在我心中 他現在是零拜幾喔 沒有 就是如果創作片就50萬 業配10萬20萬起跳喔 我都假的 我等你 我等你聊28歲 我看你 我看你這點給多少 等一下我看你證明 他檯面上檯面下都怎麼好笑 對 對 因為他整個人本來就上不了台面 對 他不是 他就是閃面下 你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站在上不了台面 對 一直上一次啊 我們就繼續攻擊 我看你什麼時候見過贈片 不得不說益昌 算是一個觀賞頻道的 小寶藏男孩 真的喔 因為不得不 因為你們三個本來IG 就有一點點人氣在 對 益昌原本他真真實 他就是個Nobody 真的 你本來多少啊 我本來一千五 我沒有笑 我沒有笑 他一直 他一直就是個Nobody 我們都很想看到他的Body 哈哈哈哈 這關真的刀嗎 今年 今年讓大家看一下 從完全知道路人啊 然後到現在就是 一點點一點點 大家都曉得的人 所以其實經過了這一年 因為其實頻道原本從 可能Grace剛開始的時候 四萬 欸他來我那邊那個時候 真的沒什麼人在看我們的頻道 但是沒有他 我們當然也沒有辦法往前 因為那時候一開始就是 他來跟我講說 希望可以跟我做職業訪談 然後可是因為我們 空不遠的身份的話 其實比較不敢講那麼多東西 對 可是是他給了我就是很肯定 然後跟很正面的說 我們就是分享正面的東西 對 然後給大家正能量 沒有去預想說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對 可是就是很真心的跟大家分享 就是正如同 你又是正如同 你等一下還會說 約莫大概是多久 哈哈哈哈 我自己發現約莫 約莫 就是我覺得大家是真心的 把自己想做事情做好 當然會有越來越多人看到 對 然後沒想到是在大大 欸 IG這麼多人啦 我有從你身上賺到一點IG的錢嗎 莫名其妙 現在頻道越來越多人看嘛 對 然後大家在路上被認出來的機會 好像也變高了欸 真的是蠻高低的 對 對 我有一次一樣 在上班的時候 正常的服務 但是突然有一個人說 阿你不是異昌 我說 蛤 我剛開始原本不想認 你知道嗎 但是我又有代名牌 阿你就異昌了 哈哈哈哈 他是認不認你啦 對 阿你就異昌啊 然後我說您是 因為我怕是你知道 以前的老師或者是 他請問您是 他說 我就看冠冠的啊 所以有一個更好下去 他是在餐廳嘛 然後那個客人他 那是第一集 還沒有很亂看的時候 第一集影片那個人手機剛好在看 對 然後那個人一抬一抬一抬就看到 欸 哇 就是你耶 我現在聽 就服務到一半然後客人都在看我的影片 然後那個人就是我 我 我在這 然後下一秒 下一秒就幫他送菜 他剛剛講的我覺得非常有感受 因為你知道現在大家我覺得可能 因為粉絲就是 很年輕 然後大家就是在這邊 然後年輕都肚子很棒 你都在路上他們叫你 就是這樣的時候 一秋葉 你看 像那一天我就是也在101 你知道走路走走走走走 我就是要走去餐廳喔 我看我正在演入大概被照了大概五六次 然後好多人喝醉就說 秋葉 然後我在跟我媽拍照拍一拍 我媽就說 拍一拍她就說 我拍不好拍不好 然後我就說 你本質就那麼差啦 然後旁邊就說 那秋葉嗎 我就說 是的 罵罵罵罵到一半突然被人出來了 欸你不能做壞事欸 不信欸 太好笑了 而且我跟你講 秋葉現在成為很多小朋友的指標欸 之前我們公司有時候會排一些課 然後那些老師有時候是我們公司辦公室的一些 就是 督導啊 或是職位值等在更高的 然後那個我就在填東西 填一填 他就說 秋葉 喔你就是秋葉 我就說 欸對 然後我就準備喔 他就說欸你知道 然後我就在接 我就在我跟我朋友在這邊 我就準備要接說 是很有趣嗎 他就講說是很美嗎 他就突然說 欸你就是秋葉喔 欸那我聽我妹講啊 就是有一個地勤很紅 他說 欸金書你 很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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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往來問過 我私下朋友來問過 他就 秋葉怎麼這麼有錢 沒有每個月 沒有每個月 兩個月買一次 對對對 我這邊就幫他澄清欸 秋葉花的錢就是他自己賺的錢 沒錯 他只是會賺錢 你也會在路上被認出來 因為你本來就是IG很多人看的人啊 可是有一次我覺得超好笑 因為我那時候跟男朋友過生日的時候 那我就大蛇人 不是啊 大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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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蛇人在吃早餐 我在那邊抱一抱 那個蛋排很久 就是在等很久都排不到這樣 結果隔壁的一個女生默默說 這個給你Grace 我說他什麼 他是我們的粉絲 他能認出沒化妝的女 我們給他鼓掌 對 Grace的粉絲真的是偏質感化欸 因為他有兩個在那個床上遇到 對不對 然後我們這樣看他 因為他說你們有拍照嗎 對不對 我們這樣點進去他的帳號看 每一隻中秋葉 對 真的 哇 我們就說 他點進去看 他說 Grace 我是你職業訪談的本事 我想說 職業訪談 而且他還講我所有職業訪談 都有看 你知道嗎 職業訪談 演樂最高的我本人 職業訪談 一般啦 一點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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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等一下 這故事我會講到 等一下他們追蹤我為止 是母后 因為有時候像我們像小巨蛋看我們演唱 我不是要走嗎 因為有時候我都從藝人席這樣走過來要走出去 然後那二樓黃二衣什麼之類 他們都會跟你揮手 有一些人會說 是我嗎 不是我嗎 不是你們後面站了一個 對 我後面是更紅的人 他們說 你們是在跟他打招呼啊 然後我的手就摸摸這樣放下來 沒有 他會是這樣子 太大意思了 不要打不到 對 那一人吃下來都是那種徐若瑄那種什麼的 然後我就這樣 我的手就這樣收起來 笑容已經拍了不會收 應該不是我吧 前一天晚上已經有播了一集之後 我覺得好像效果還不錯 一個晚上就衝到9萬這樣 好棒喔還不錯 然後隔天早上我就去吃就是巧克力貝果 好像有人一直在看我 然後我就心想說 對 是我 你現在看的影片 就是我本人賴天如沒過 搭到我家墊屁的時候 一進墊屁下歪 我這邊一大塊巧克力貝果 欸 我有一次搭前衣也超好笑 完了完了好像被認出來了這樣 所以有點害羞 然後我想說那不然我就把音樂開大聲一點 然後就這樣超正的事情 然後就有一個 慢慢的這樣要靠近我囉 我想說下拍照嗎 我可以我今天玩霜 有一個特別的 可以啊 然後他就這樣 就這樣 欸 你的AirPods沒連到 你看整台車聽楊成林這樣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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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集的人都特地有tempo 對 而且重點是 因為我還覺得 怎麼今天比較小聲 我還開大聲你知道嗎 我也也會 真的會開大聲 然後發現沒連起來 對啊 我還不覺得他要哭 車上坐在機內 真的 真的 森林做好的時候 一小部分的人就是有知道我旁邊 主要是他會說 OK有旁邊那個 對 李渣放旁邊那個 我都會說OK有那個 小烏龜旁邊那個 李渣放旁邊那個 他是不講那那 他是很常人旁邊的人 他們都會講空姐 他們都會講空姐 可是就是自從就是關關的節目之後 大家就說 你是怎麼說我們是因為關關的節目 然後喜歡你很喜歡你 然後非常扭 你也這樣 我想請你做一件事可以嗎 我想說到底想幹嘛 沒有 每一個人都會這麼扭裂說 我 我可以親你那一段 我就發現我自己 想聽現場版 對 他們就會說 我可以聽現場版嗎 然後我想說 沒有 奇怪了吧 然後我就說 空姐吧就回去 其實可能你要喝什麼 然後他們全部都會鬆軟 一開始都不少有這麼多影響力 包括就是我們的那個手 對 關關手 對 關關手是我先發現的 你問他 你要去通用我 對 想我的人心還通用我 我跟你講 這理歷最不要臉的 真的是在癒傷 怎麼說 他把那些粉絲取名了 有什麼道理 只有他敢做這種事 太激了那種 一日店長的見面會 你們覺得合理嗎 那大力很大 很精彩 見面會 而且整個百貨公司 是有他的臉的大海報 有有有 我先說你是那張海報 他是這樣拍 對 這樣 他是這樣 他是整個當地藝人名 對啊 你怎麼敢接 你跟我們分享 我真的 有一次我以為我們是兩點的 結果其實是一點 然後那時候我本來就說 那我們明天兩點見 一點見 然後我說 重來 抱歉 會不會講故事啊 可是我覺得大家應該在上班的時候 還是偶爾會有一些小情緒 可是因為現在就是真的是 你真的你不知道誰知道你 你不知道誰認識你 所以其實我現在在上班的時候 是更有活力啦 好